好了那么在这个防疫期间呢 清洁队除了他原有的业务之外 也会到市区巷弄 或者是各大市场协助清销的工作 为了要感谢他们的辛劳呢 7月5号下午花莲市公有市场的自治会 主委代表是前往了清洁队部 也赠送了160个西点餐盒 而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虽然目前疫情是有所趋缓 但是民众也不要因此松懈了 防疫的措施仍要落实 从疫情爆发以来 一直到全国提升为三级警戒 花莲市清洁队都是不停的在邻里巷弄 进行清销作业 为了确保采买民众的安全 更是每天派员到公有市场协助清销 让摊商及消费者都更加安心 而市场自治会主委及代表 为了感谢队员们的辛劳 在5号下午是特别赠送了 160份的西点餐盒给清洁队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们每天下午就是穿梭在 应该是每天都穿梭在花莲大街小巷 然后在下午的时间会到 5个公有市场进行市场的清销 对 然后我们这个是聊表 我们对清洁队的一些感谢之意 市长魏嘉贤则是协同清洁队长吴庆展 及市场所长邱信都等人 代表队员们向市场主委表达感谢 那其实在疫情期间 队员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除了在专案的清洁消毒部分 那还有市场的几乎是每一天的一个消毒 那也让所有的民众 采买民众跟摊商都能够安心跟放心 那也获得所有摊商的一个感谢 今天我们也希望未来的疫情都能够逐步的趋缓 那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此同时也要谢谢所有摊商们的肯定 跟所有主委也是不眠不休的劝导所有的摊商 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 最后卫市长也提醒市民 虽然花莲已经连续十多天零确诊 但大家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一定要落实防疫措施 唯有疫情完全消退 才能有解封的一天 谢谢清洁队 加油 记者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 花莲市场